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8月1日 已經是升旗易 中共的火箭軍 接連出現大地震 火箭軍的司令李玉超 已經 在6月份 在辦公室 被帶走 結果 已經下馬了 政委也出了事 稱為徐宗波 不單止 遭到撤換 而且 之前的吳國華 即是袁副司令 突然暴斃 死了的原因 他說病死 根據 內部人士消息 說當時他是上調的 接連出事 還有魏鳳和 前夥戰軍的司令 國防部的前部長魏鳳和 也是 受到調查 接連出事 基本上現在整個火箭軍的領導班子 全部被習近平搞定了 最新 中央軍委 委任了 兩個 擔任 政委和司令員 中共中央軍委晉升上將的儀式 在昨天31日 在北京的八一大樓起行 這次 升上將的軍銜是新任的火箭軍司令 王厚斌 然後還有新任的火箭軍政委 徐西成 當然這兩個 委任了 意味著 李玉超 即是袁司令李玉超落了馬 袁政委 徐中波也出了事 說說這兩個 現在海軍副司令 曾經是做過海軍副司令的王厚斌 現在做了火箭軍司令 本身 是做南部戰區的副政委兼空軍政委 徐西成 做了火箭軍的政委 央視新聞報導 這次中央軍委升上將儀式 由中央軍委副主席 張又俠宣讀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的 晉升上將軍銜命令 張又俠 傳聞他出事 這次特意出來辟謠 告訴你 我沒有出事 另一個軍委副主席何惠東 主持晉升上將軍銜的儀式 王厚斌 徐西成 由習近平手中領取了晉升的命令狀 隨後習近平和李尚福等中共中央軍委 軍方單位負責人和晉升上將軍銜的軍官一起拍照 王厚斌18年12月升為解放軍的海軍副司令員 19年12月升為海軍中將 徐西成是出身空軍的 本身是解放軍南部戰區的空軍政委 18年升為中將 並在2022年 中共二十大 當選為中央委員 火箭軍 實際上 就是在中國掌管著 核武器 洲製彈道導彈的軍種 前身是二炮部隊 海外媒體 最近也是報導 火箭軍司令李玉超出了事 副司令劉光斌也出了事 以及前副司令張鎮忠 被帶走調查 前副司令吳國華在7月中 死亡 在全冊家中上調 李玉超在辦公室被帶走 李玉超在辦公室被帶走 據說他 向美國洩漏 因為美國方面 把火箭軍巨勢無遺的資料 全部爆發出來 火箭軍 在美國眼中 基本上是完全無遮無當地透明 不只是透明 他們 所有的 火箭軍的部署 你的核武器位置 你的導彈發射基地在哪個位置全部座標被美國人控制出來 美國人 不只是這樣 連他們趨時班 即是煮飯 火箭軍是甚麼人都知道 那麼準確的消息 令到這個 傳言 就是他們 李玉超在美國的兒子 我們也之前跟大家說過 他的兒子在美國讀書 懷疑 向美國投誠 李玉超透過他 向美國 忠情局爆料 實際上為甚麼要爆料呢 外面的說法就是他們很怕打仗 習近平不斷逼他們打仗 他們只能出此下宅 把整個火箭軍所有的軍事機密 給美國知道 讓中共在美國面前 好像透明人一樣 讓你不敢 開啟戰端 因為他們知道 只要 如果下令 開射導彈 攻擊 台灣也好 日本也好 或者攻擊美國也好 他們一定是沒有命的 如果 火箭軍 敢 發射導彈 人家一旦還擊 一定是會將現在火箭軍 的基地摧毀 甚至乎發射的地方 人家都知道了 你一按鍵 即時就沒有命的 你一定是走不掉的 他們為了保命 為了自己的性命 寧願 被你 中紀委抓到 也好過沒有命的 也好過無端端粉身碎骨 現在起碼不用死 甚至乎 他可以批判的 習近平最怕這件事 就是這群軍人 究竟會不會 叛變 會不會 到時 反過來 如果你反過來 我撥彈要射台灣 你把那個 導彈 射到北京怎麼辦 一顆導彈就可以把中南海炸毀 習近平也走不掉了 射多兩顆下來 整個北京可以摧毀 那麼 到時他們也 不用負責任 你也死了 當然 現在的軍隊夠不夠膽調轉頭向習近平開炮 我又覺得未必夠膽 問題就是 他們竊物的機會也不是完全沒有 外面 不過有另一個說法 就是說他們其實就不是向美國竊物 而是他們 用了Intel的晶片 我們說過了 用甚麼Intel晶片 就是他們 根本當時 習近平說 一定要用自己的晶片 中芯國際 中芯出的晶片 不准用那些鬼佬晶片 誰知道 中芯不得 不夠了 他們曾經向習近平求助 曾經向中央軍委求助 中央軍委回覆 你自己想好 自己想好 那怎麼想好呢 我就是想不到 他們被迫著造假 就告訴你 我們買到了 實際上就是幫英特爾 Intel買了晶片 然後磨了晶片 我們也提過了 磨了晶片的資料 當作是自主研發的晶片 結果 裏面全部的資料都給了美國 看到了 人家英特爾 其實 晶片也有後門程式的 又或者人家的監控設備 你一用 晶片 所有用過 Intel晶片的東西 全部都暴露在美國 手上 還是 美國特意設一個局 來補它呢 我也不敢說 美國還未必要做這些事 中情局很難說 火箭軍對於習近平來說是一支最重要軍隊 二炮部隊是十分神秘的 最近 另一支神秘部隊也出事 當然就是 8341部隊 現在的中央警衛局 中央警衛局 他們的 司令員 也是 突然死了 而且 死了三個月 被不發喪 究竟是不是坊間講 4月份曾經爆發過政變呢 因為之前我也跟大家傳過了 四月份 當時已經傳出他的死訊 爆發了政變 他是被擊斃的 被親手打死的 他是被打死的 還是 因為是基於政變呢 還是什麼情況呢 暫時也沒有人知道 逢是中國很多傳言 人們就說你們在傳謠 信謠傳謠 實際上 謠言 很多時候 過了一段時間 就被證實那個原來是真相 不是謠言 謠言在中國已經改了名字 謠謠領先的語言 所以 信謠傳謠 沒辦法 你不信你也沒有辦法 因為中共 是一個封閉的政體 裡面很多東西 他不會告訴你 明明發生了的事 你也可以查無查不到的 查無實據 所有東西好像仿佛不存在一樣 提外說 現在中國很大力把很多以前的壞東西抹去 我跟大家提過一個 叫做固土卡 當時中旅社 銷售香港人在回歸之前 1996年 1995、1996、1997 當時 那張 在中旅社買的固土卡 5千元 叫做擁有一片固土 當時的廣告 叫做外國情懷 只要5千元就買一張固土卡 你就擁有我們中國的固土了 那麼擁有固土有甚麼好處 中國人會當你是上賓的 總之有很多好處 有甚麼好處都說不出 總之有你的好處 實際上那張有你的好處 一點好處都沒有 回到大陸 任何景點都要排隊 沒有任何的特權拿出來 沒有人知道是甚麼 那個原來只是騙香港人 給錢5千元 買了一張不知道有甚麼用的垃圾卡 現在 固土卡 擁有一片固土卡 你在網上是找不到任何資料的 原因 中共是把所有的資料全部刪去 想把大家的記憶刪去 正如他們造假一樣 是不是 中共造假 一直在 不斷洗腦告訴大家 亞洲金融風暴在1998年 就是中國拿幾千億出來幫香港打退大俄 全部都是假的 然後還有 現在敢說 在60年代香港製水 就是由大陸 去救香港的 他們不說你們餓死人香港人 捷衣縮食 穿幾條褲 衣服 然後包好食物 拿上去 給你們接濟 當時大家知道 東江水 是香港政府給錢 給錢廣東省政府 然後跟他簽合約 還要買他的水 所有東西都是香港給錢的 不僅如此 整個東江水的設備 所有的水管 全部是香港找到 然後 他還要用很高價的賣水給香港 現在中共歪曲到 是他們救香港 大家想想 是不是很離譜的事情 越來越離譜 所以 所以 我們報導很多事情的時候 人們不認同 傳謠 造謠 根本沒有事 不是真相 實際上 我們很多事情 是印證了 真的有發生過 是不是 如果不是 你怎麼會 好像現在這樣 因為這個政委又出事 然後司令又出事 被人拘捕 我們跟大家報告時 很多人說 哪有政變 哪有出事 現在很明顯出了事 是不是 直接換人了 還不是出事 退休嗎 好 我們這節 暫時先說到這裏 接下來有更加多的詳細資料 會跟大家繼續分享 繼續報告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以及 加入我們星期二日報 Youtube的會員頻道 多謝大家 拜拜